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我们PLP的语法结构 包括它的文档组成 以及注释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PLP基础内容中的变量 那通过名字呢 我们就应该知道 变量变量 可以变化的量 首先变量 是在程序执行期间 可以变化的量 那变量是干嘛的呢 对吧 用变量我们就可以来保存我们的值 用变量保存值的 这就是变量 那接着我们来看 知道了变量是什么 以及它能干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声明一个变量 即如何使用变量 首先看变量的声明 那声明一个变量呢 在PLP中是以Dollars符号开始 以美元符号 加上变量名称 这样就声明了一个变量 很简单 这就是一个变量了 对吧 但是在这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跟名称有关的 首先 第一点 变量的名称 以 字母 或者下滑线 线开始 后面可以跟上 跟上数字字母下滑线 这样的形式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 我们的名称 不要包含特殊字符 什么叫特殊字符呢 像你的空格 碳号 星号 问号 这样的都属于我们的特殊字符 第三个 我们尽量遵循一个 变量名称 还以明确 什么意思呢 通过这个名称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变量 保存的是一个什么值 这样的形式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King 我今年12了 我的工资是3458块9毛6 我没有结婚 那接着我想保存我的名字的时候 那你可以起一个变量名叫Username 来保存我这个King 那接着我想保存我年龄的时候 你可以起一个变量名叫H 来保存这个年龄 那再结后呢 我们还可以来保存我的工资 3458块6 这样的形式 那通过这个名字呢 我就知道你存的是一个什么值 当然你说这些名字 我都用ABCD可以吗 肯定可以 但是最好啊 我们一个好的代码习惯 变量 名称 含义明确 接着再往下 你在起这些名称的时候 我们最好遵循一个 遵循 驼峰标记法 或者是下话线法 都可以 那首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驼峰标记法呢 对吧 驼峰 小时候大家都见过骆驼 对吧 骆驼呢就有那个峰 那我们的驼峰标记法呢 就分为小骆驼和大骆驼 和大骆驼 那首先什么叫小骆驼呢 我们举个例子 像外国人 一般都有第一个名字 first 后面可以跟他一个name 你看到 当多个单词合成 合成到一起的时候 第一个单词的首次母小写 第二个单词的 以后每个单词字母都大写 首次母都大写 这就叫小骆驼 好像last name 包括以后学到的 正的controller from前端控制器 小写 第一个小写 以后的都大写 那而大托峰呢 就是每一个单词的首次母 都大写 first name 第二个也是大写 last name 包括第三个 正的controller front 这是驼峰表记法 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 那接着你也可以用这种下滑线法 你可以通过写上一个 first下滑线 name last 下滑线 name 包括正的 controller front 都可以 你任选一种你喜欢的 你愿意写的一种形式 来写就好 但是在同一脚本中 你不能一会儿用这种小的 一会儿用大的 一会儿用下滑线的 这也不合适 自己看着呢 也不舒服 对吧 再往下还需要知道 首先 我们的变量名称 严格区分大要写 什么意思呢 dolls a和dolls大a 这是两个变量 这是两个变量 严格区分大要写 这一点需要注意 再往下还需要知道 当变量名称重复的时候 相当于对这个变量重新复值 当变量名称重复的时候 相当于重新复值了 后面的会覆盖之前的值 这样的形式 那最后呢 还需要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peerp呢 是弱力型语言 不像我们的java呀 像c呀 那现在你声明一个变量 一定要告诉他 什么类型的保存什么的值 一定是声明完之后才能使用 而我们的peerp呢 如果类型语言比较松散 变量完全可以不声明 直接使用 直接使用 这样的形式 好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说到了这个怎么声明变量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声明一下 来一个peerp3 来声明一个变量 来声明一个变量实验一下 哇 小铁一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来 先声明一个 声明一个变量 通过 dollars哇 等于一个 123 这就声明了一个变量 dollars哇 这就声明了一个变量 接着我又声明一个 写成一个 dollars test 第二个 dollars username 第三个变量 这叫做声明一个变量 但是你声明变量之后 你看到 你并没有让它来保存值 那你看到 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页面 你什么也看不到 因为根本没有值 好 那我们知道变量的作用呢 就是拿它来保存我们的值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声明变量的同时 给它复值 可以通过 还是以dollars 变量名称 等于值的形式 这代表声明变量的同时 并且复值 那可以保存什么样类型的值呢 等我们以后学完这个 peerp中支持的数据类型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首先先简单的 就拿我刚才这个 做的自我介绍为例 我就可以这样来写 写上一个 我的名字叫做king 我就声明一个变量 来保存我的一个名字 接着再往下 我的年龄写成一个age等于12 我的工资写成一个salary 3456.78 保存了一个复点数 那最后我是否结婚了 我写成一个处 要么是结婚 要么是没结婚 我认为处代表结婚了 这样的形式 你看到这就要声明变量 并且给它复值了 那接着你再刷新页面 是不是也看不到啊 对吗 那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变量呢 只用以变量名称 只用以变量名称 就可以了 使用变量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标个序号 第二个 第三 变量的使用 使用的时候 只用空过 Dollars变量名称 就可以使用到这个变量 那现在呢 你想在浏览器中 看到这个变量的值 那你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IQO这个语句 你想看他谁呢 看到一下 用户名为 再输出一个Dollars username 你的用户名 保存在这个变量中的 好 你刷新 哎 貌似这个字 不认识 对吧 我也不认识 那想看到 当你的脚本中 有中文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记住 通过Header 来发送一个投信息 那接着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告诉 以什么编码方式 解析什么类型的文档 这是我们通过Header函数 发送的一个投信息 你先这样取记 之后呢 我们还会学到这个Header 发送投信息 作用就是 以什么编码方式 解析什么类型的文档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再来刷新 你就看到了 Key 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你看到 我想看到其他这些值 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直接来输出 Echo一下 DollarsH 再来一个Celary 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这就叫使用的一个变量了 123456.78都拿出来了 没有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看 我说现在我的工资涨了 对吧 写了一个Celary 等一个6666块 9毛9 你看到 当变量名称相同的时候 之后的值 会覆盖之前的值 你Echo一下 DollarsH 刷新 变成4个6 两个9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刚才我们也写到了 那接着再往下 我再生命一个 就把写上一个测试的 记住变量名称 完全的区分大游戏 DollarsA等于1 Dollars大A等于2 接着你Echo一下DollarsA 你看到是1没问题 但是大A是2 这是两个变量 看到1了 再Echo一个Dollars大A 这是两个变量 2没问题 都得到值了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这个PARP中 我们说了 弱类型语言 变量完全可以不声明 直接使用 你说我写着一个 Echo DollarsMiles 有这个变量吗 没有 但是你看 不会报错 但是会报这样一个 Notice 首先 这不叫错误 注意 UndefendedVariable 未定义的变量 Miles 对吧 把它拿过来 这是大家见到的 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注意 一会儿交给大家 如何去掉这个注意 记住 这不叫错误 因为PARP是弱类型语言 我们可以完全不声明 就去使用 好 那现在去掉这个Notice 跟你的错误级别有关 首先 我们可以来配置 PARP的配置文件 来看一下 打开 PARP的配置文件 搜索一下 IroReporting 找到它之后 来设置一下 错误级别 你看到 默认的是1 2 我们只要写上1 2 并且 除了 1 下号线 Notice 这样就可以 记住 修改 这个选项 之后 再重启我们的服务器 修改 PARP配置文件 中的 IroReporting 只是1 2 并且 除了我们的 eNotice 之后 重启服务器 就生效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服务器 重新启动 接着你再刷新 你就看不到这个Notice了 好 你看到 稍等 这个服务器 等一下 这个服务还没有 重新启动啊 我们这样来启动一下 比较慢 重新启动 好 成功了 当你在刷新的时候 你来看一下啊 没有保存 保存一下 再重启 好 你看到 刚才还有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保存 那现在 这个注意 已经没有了 记住 注意不是错误 好 通过这样一个选项呢 我们就可以 屏蔽到这个注意 那再往下 还需要知道 在这呢 名字不要包含特殊字符 这一项不用说了 那其实呢 我们的中文 是可以的 但是你也不要弃 我给你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Dollars 帅哥 等于谁呢 只等于一个King 接着 不要看编辑器 这包错了 你echo一个Dollars帅哥 你会看到 King 对吧 不是我啊 是King 虽说可以拿到这个字 但是记住 中文可以写 我们不要去写 这也是好的代码习惯 对吧 你说编程里边 一会儿来个帅哥 一会儿来个亮妹 这样的名称 不合适 对吧 现在呢 记住 可以 写中文 但是不要用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接着再往下 我说再声明几个测试的 我写了一个 Dollars I 等于1 Dollars J 也等于1 对吧 Dollars K 也等于1 那现在你发现 声明了三个变量 它们的值都为1 那我能不能 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并且给它 付相同的处置值 对吧 那这样就简单了 可以 可以在这儿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并且付相同的处置值 Dollars 变量 名称 等于 Dollars 变量 名称 点点点 等于一个值 这代表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并且付值 相同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同样以它们三个为例 把它除掉 这时候我就一次声明多个变量 并且付相同的处置值 可以这么写 Dollars I 等于Dollars G 等于Dollars K 等于Dollars M 等于Dollars N 声明了多少个 5个 等于一个1 当你想看到这些变量的值的时候 当然你说我可以一个一个echo echo一个Dollars 没问题 看到1了 那接着我想看到其他变量的值的时候 我可以一次输出 多个变量 可以通过IQO这种特殊的形式 Dollars I Dollars J Dollars K 这样的形式 多个变量之间以逗号来分割 那这是IQO语句 有的 它代表一次输出 一个字符串 或者多个字符串 现在你来看 就可以看到三个1了 同样的也可以 记住 这是我们IQO语句 有的 好 那在这儿呢 我们简单的学到了这个变量的声明 以及变量的使用 接着需要注意的这些情况呢 我们也给大家说了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简单的知识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